许多民众表示在社交网站诸如Facebook或者Twitter上公布警方的埋伏地点 主要是为了提醒守法司机以避免不必要的交通延误 而网络法律专家也表示此举并不违法 尽管如此警方表示会以牙还牙 让爆料民众明白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此外他们还会在网上公布一个假地点 然后在附近设点埋伏 而警方采取的措施似乎已见成效 因为今年警方逮捕的最久驾驶司机要多余往年